大家好 前面有个视频 拍到了一个网友寄过来的几个公里馆 他说是买了拆机的 结果我认为这个拆机是一个假拆机的 很多网友就提意见 说可以用这个进地馆的耐压测试仪去测量 这个耐压测试仪我自己是没有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用处不大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管子 它这个耐压只是其中的一项参数 即使这个耐压正常 其他的这个参数不一定正常 所以说也没多大的参考性 但是呢 我看这个网上有很多人也用这个东西 所以说今天呢 来买了这个元件 来制作一个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制作过程 然后我看了一下网上有卖这个成品 大概是卖个八九十块钱 然后我这一套成本下来 大概是五十块钱的样子 我感觉买个还划算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要去在这个盒上开孔 然后呢 只不过呢 我这个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 我做的是一个锂电池版的 就说是充电的 如果你是做那种直接插电使用的 可能成本稍微低一点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所需要用到的配件 首先是一个直流电压表 这个表的最大量成的好像是3000伏 直流3000伏 0到3000伏 当然它这么高的一个量成的话 它这个精度肯定就是不是很精密 当然我们测这个管子的耐压的话 也不需要太别精密 这个大概是25块钱左右 这一个 然后这个核心部分就是这个生压板 这个大概是 7块钱还是8块钱 包油 然后这个很简单 就是这个 自机震荡 前面这个管子 然后这个变压器 自机震荡 后面有一个三倍压的整流电路 最后在这上面输出一个直流电 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电文拍里面的 这样一个小板 这个呢 是一个电压转换板 因为我做的是这个3.7伏的 3.7伏的这个锂电池板的 因为我这个小孩的玩具里面 有这个很多这种3.7伏的这种锂电池 然后呢 这个板大家买的话呢 如果是你配3.7伏的锂电池的话 就买这个板要买3.7伏 升这个3000伏的啊 这种 这个是一个3.7伏 转什么呢 转12伏或者5伏的一个电压板啊 用主要是用来驱动这个东西的啊 主要是用用来点亮这个 呃表的啊 这个电压表的 再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啊 这是一个TOPO C接口的充电模块啊 因为我是用了理电池的嘛 就需要充电啊 这个也是几块钱啊 刚才这个转换板也才几块钱啊 当然你如果不用理电池板的 或者用干电池板的 不需要充电的话 就不需要这个啊 我这个是买了一个带保护功能的啊 就是放电保护的 保护本电池的 然后开关呢 我是没买 忘记了啊 应该买那种开关 在这上面到时候开个框 直接装进去啊 我就暂时用这个开关代替 那么这些夹子啊 和这个盒子啊 这都不说了 还有一些线材 那么我们大部分东西都已经准备起了啊 当然理电池呢 我是自备的啊 就是把这个所谓的电池啊 电池我看了一下买便宜的 那还是10块钱一个啊 就配在一起了 大概这个成本是50块钱啊 所以说网上卖个八九十块钱的话 大家觉得如果难得动手去做的话 直接买也比较划算 如果喜欢动手的可以自己做啊 那么今天这里呢 我们直接用电路搭建啊 我们不做这个 把这个做成完成正常成品啊 因为这个还要开孔啊 就到时候我要拿到外面去用这个小东西去开孔啊 在家里这不好弄啊 弄到处都很脏 首先我们说一下大概一个电动的连接啊 就这边啊 是输入 大家可以看这上面有一个正负极啊 这个是正极 这里是负极 这里是3.7V啊 尼电池输入 当然我们这上面要接个开关 然后我们这个3.7V呢 还接到这个小板上面啊 这个小板的输入 然后从输出呢 就接上这个表啊 这个表的供电是这个黑线和红线啊 它是支持这个5V和12V供电的 然后就是什么呢 然后就是这个白色的线 它是一个检测线啊 这个检测线呢 就要连接到这个输出的正极 它这个板的输出的正极没有化呢 我们可以找啊 找这个二级管的负极 就是一个输出啊 输出正极 但是我们在这个正极之间呢 要串联一个电阻啊 串联一个一兆欧的电阻啊 就是这样子 再去接到这个位置 接到这个正极 然后负极的也是接到这个黑线这里啊 它这个黑线是一个公共线 它的这个供电公共端和这个测量的公共端 都是这根黑线啊 那么这个表都接好了啊 那么这边呢 就是输入 输入刚才说的啊 如果你是拟电池的用这种充电板 这个上面都有标记啊 非常的好接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电阻呢 是用于这个电容上面啊 充电了 放电的啊 这是一个2.2兆的电阻 当然这个电阻呢 你不要也可以 但是只是说有时候你 如果空在启动的这个仪器之后呢 你要小心啊 外面是带电的 小心被电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进行这个一个线的一个大概的焊接啊 好 这边呢 我用这个线的简单的进行了一个粗略的搭接啊 有点乱了 大家也不用管 我们今天主要来测试一下这个功能正面上啊 这边我锂电池呢 没有弄过来 所以说呢 这个充电小板暂时也没用上啊 我用的呢 还是我的可调电源去供电 然后这里还是接了一个开关啊 我们按这个开关呢 可以进行测试 然后这边我准备呢 有纹压二级管 普通的二级管 有IGBT 有MOS管啊 这几种元件呢 我们来进行一个测试啊 然后今天就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测试啊 然后呢 大家如果对这个东西有感兴趣啊 需要这个电路呢 可以在我 呃 视频下方留言 我就再拍一期视频啊 等我把这个完成 完全做好之后 把它封装到里面啊 做好之后呢 给大家再分享一期视频呢 给大家把这个电路图啊 或者这个详细的制作过程呢 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测试结果 我们首先测这个二级管啊 这个二级管呢 是一个高速的开关二级管 就是我们常用的4148 那么测这个二级管呢 我们要测它的这个反向的计算电压啊 这个二级管给的这个参数是75到100V左右啊 我们测的时候一定要反折机啊 把这个红色的啊 接这个负机 那么我们在测的时候呢 它这个参数肯定是有一定的误差的啊 因为一般的厂家在生产的时候 它虽然标签的是100V 但是实际上你超过100V呢 它是可能会损坏这元件啊 就是它是一个典型数啊 也不是说一个绝对数 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啊 我们实测是137V啊 就这个管子的一个耐压值 反向耐压值啊 这样我们可以测一下这个纹压二级管啊 大家看这是一个16V的纹压二级管 我们的接法也是啊 红色的夹子接负极 黑色的夹子接正极 好 我们按 好 实测电压是17V啊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没什么误差啊 好 我们再测这个IGBT 这是一个60TN60啊 这是一个63600V的IGBT啊 然后这里我们用到两个黑色夹子啊 这两个黑色夹子实际上是接在一起的 两个是互相通的啊 我们测这个东西主要是 要让它在一个节制状态啊 所以说给它一个负压啊 它的第一角控制极 然后我们红色的接中间这个角啊 就是接它的D级啊 我们就可以接这个散热片 这里也是一样啊 我们来测试一下啊 它的耐压是600V 实测是714V啊 也是很正常的 我们来测一个大一点的啊 15T120 这个是1200V啊 这个是用在变频器里面的 我们来测一下它这个耐压 是不是大于1200V啊 实测是1370V啊 也是没问题 我们来测这里还有一个IGBT啊 50H603 这个是50A600V的啊 我们主要测它耐压啊 看是不是600V 我们测试一下这个甲子 注意不要短路 然后我们手拿的地方呢 要拿到这个圆处啊 不要拿到这个 这个上面啊 会被垫的啊 好 测量是754V啊 也是大于这个600V的 好 我们测完这个IGBT 我们测一下MOS管呢 这个MOS管呢 是1405 这是逆变器上常用的啊 它的反向耐压值呢 是55V 测量 实测是57V啊 这个它的余量就不大了啊 只有2V的一个余量啊 然后我们看这个13N50 它是500V 实测是552V啊 它这有50V左右的一个余量 那么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75N75啊 这个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能力变器的管子啊 它是75V 75A 是80V75A 还是75V75A 我也不清楚了 忘记了啊 大概就是一个75V左右啊 我们测一下 实测有81V啊 它的耐压值有81V 那么它的耐压是足够的啊 那么在视频的最开始我也说过啊 我们这个东西只能测到这个管子耐压合不合格啊 其他的参数呢 合不合格 我们是测不到的啊 换句话说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用这个仪器 如果测出它的耐压值都不合格的话 那么这个元件肯定是 呃 不正常的啊 就是不良品 那么我们即使测出这个耐压值正常 那么也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啊 这个元件是好的啊 好 那么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刚才也说了啊 大家喜欢这个东西啊 想要做这个东西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到处给大家来详细的分享一期这个 呃 线路的揭法 给大家画图讲啊 好 谢谢大家观看